广东省黄跨珠江的环大桥 昨天开始出现了这一幕 看到大桥好像波浪那样仿动 说这个就是当局随即将条桥封闭 就说这个叫做窝阵现象 廖洛林现在是在东莞的 它就是一个望着府门大桥的位置 Amy 你看到条桥还有没有在波动 条桥现在还在封闭着 所以我们只可以这个距离看到条桥 虽然肉眼看到就不是很看得出有波动 不过现场消息就说 一直到今天下午五点钟 条桥仍然有多次仿动 不过力度就一次被一次轻微 而内地多个专家研究之后 就认为大桥仍然是安全 结构是相当安全的 大桥到礼拜三挨披还未重开 收费站设置了围栏 有民警把手 途径的车需要绕行 大桥在星期二下午2点多出现大幅度波动 大桥管理部门组织国内多个专家研究原因 初步判断是由于特定风环境条件下 桥面产生窝震现象 又认为大桥结构仍然安全 它是对行车的舒适度有影响 窝震它是在特定风速下产生的一个震动 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的范围内去震动 所以它对桥梁的结构是没有影响的 产生的原因是由于 风在桥面上跟桥的自证频率一致了 那么产生了共振 可能是我们当时是在做桥面检修的工作 那么当时是沿着这个护栏柱 是摆了一层水马的 摆了一层水马以后 相当于把护栏柱的透风的这个孔给堵住了 觉得这个水马对这个桥梁 抗风的外形产生了变化 所以产生了窝症 另一个专家也都说 大桥要位移超过2米 先算有风险 当局撤走水马之后 震动仍然持续 不过幅度 明显比起第一次的势 当局解释可能出于惯性 相信窩震会慢慢消除 已经安排仪器观察数据 根据附近的保安说 桥底呈白色的这个位置 去年才翻身 这里正正是出现震动的路段 虎门大桥是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的跨海大桥 通车23年来 一直是不少车 洗减两地的主要降渡 但是事发之后 大桥需要封闭 距离虎门大桥40分钟车程的南沙大桥 是来往广州南沙和东莞的另一个选择 虎门大桥发生震动之后 这边一度出现车龙 现在搞得不敢过了 肯定危险 你那样子换过去换过来的 吓死人了 如果一定要过去那边的话 那就绕道走嘛 但也都有司机说 见怪不怪 平时都有的 就是没那么厉害 电站都有了 这么大的桥 风那么大 都摇摆了 两边摇摆了 虽然内地的专家就说安全 但是有香港的工程师就认为 调桥这么大幅度的摆动 会导致物料受损 也会影响调桥的寿命 而当年大桥的司工负责人 都说会担心大桥的结构安全 詳情由欧徐欣报导 虎门大桥仿动之后 有人重提1940年 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海峡调桥事故 当年桥开通不够半年 就出现大幅度的波浪式扭动 不久之后更加倒塌 那次事故后 叶介先意识到设计桥的时候 要考虑风的频率 避免出现共振 造成桥仿动 又或者加入一些设计 将桥的震动消减 看回今次虎门大桥 有司工负责人说 起桥的时候 测试过更高的风速 但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是否会影响桥梁的安全结构呢 肯定是 现在有人看到摆动的情况 它停不下来就麻烦 摆动肯定会实裂 路面实裂的感染 亦都有香港的工程师担心 这桥这么大幅度摆动 会导致物料受损 如果它这次造成的损伤很厉害呢 是不排除它会有机会下次的时候 它会突然间想 它建议要先彻底检查大桥 就算大桥重开 都要有措施去保障安全 如果在安全的角度来说 可能它就不能给太多车上去 它应该有些车流的方式 就可以减少它们的风险 尽快做个检查 另外就是如果再在大风的情况之下 可能它就要去封桥 就没有被车走 即是它可以确认着地区 安全没有问题 才可以回复正常 有线电视记者欧崔恩报道 广东省交通集团的通报 根据观察到的现场分析 以及掌握到的数据 认为大桥的结构仍然是安全可靠 至于交通运输部 也派了专家工作组到长指导 现在大桥仍然在封闭 但当局就说会加快检测 希望可以尽早开通 在此报道是这么多 先有时间交给你们 谢谢